台風滿紅的影響 那裏就很大風 不過最後都沒有影響到 無以測試的進度 還早就完成 雖然跑手都不是真正的火具手 不過他們都說很開心 雖然不是做到最高水平 就是做真正的那個 但是你作為香港人一份子 我可以在這裏做這個練習 其實是相當開心的 其實很舒服 整段路都跑得 還有很開心 很興奮 為甚麼呢 覺得有種代表性 我們給一會兒 我們給一會兒試試看 但是他辛苦不辛苦嗎 不辛苦 很開心 你會否想做真正的火具手 有機會可以 雖然只是做無意跑手 他們都不敢怠慢 很用心地跑 而負責跑最後一棒的跑手 就說覺得自己很幸運 因為可以是第120個火具手 這樣說 她說自己一直都有做運動 所以跑起來也輕鬆一點 我想香港市 或者大家傳媒都很開心 因為香港是其中一站 也很開心可以參與到今天的活動 所以當然很開心 準備功夫 平時也有做健身 做運動 所以都很容易可以應付 但香港的傳遞 就出動到龍舟和騎馬 真是挺有香港特色的 坐在龍舟上拿著火具 還有另外幾條龍船互航都挺威風 不過不是在河上不會被人干擾 坐在龍舟上也有可能被人用不同方式 搶火具或推落河 我有一位朋友 有幸在其中一條龍舟上負責撐船 他就說上頭有個指示 他說如果火具手這麼不幸 是跌落水的話 千萬千萬不要下水救人 不出手救火具手 為甚麼 有原因 因為有水警輪在一邊戒備 你又下水的話 我又下水 怕情況會很混亂 其實也有幾有道理 因為既然有水警輪在旁邊 也不用怕火具手有生命危險 但他就說 因為身為紀律部隊的人員 救人一向都是他們的責任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就很難就手旁觀 而且他們的船 剛剛在主龍旁邊 最近是火具手 我覺得由他們來救的話 就聚咒手 你都說得通 況且早前保安局上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由曾嘉莉都說 性火傳遞的保安 都是要視乎實際的情況 即是說要執生 不過看回今天的演練 一直都順順利利進行 大家都會覺得很開心 不過今天在我們跟曾德成局長 即是民政事務局局長 總結整個今天傳遞過程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位置挺好笑的 因為有記者問他 局長到底你有否連跑 局長說沒有 還說很想 可能他自己也想做火具手 是嗎?其實想問問你 你今天去採訪 看到人們現在是採牌 會否很兒戲 還是很認真 今天整個過程都挺認真 因為他們是實地實時地進行測試 除此之外 譬如那些都是模擬火具手 但他們一直傳遞的過程 是有一些專人和警車 有警員在他們旁邊 整個過程其實都挺認真 說到模擬火具手 我看到最後一位火具手 就去到金子晶廣場 看他好像拍了兩張照片就走了 但其實在5月2日當日 那裡會有甚麼活動 拍照其實就因應傳媒安排要求 就拿著火具給我們拍一拍 在5月2日當日 其實當奧運的火具 傳遞到金子晶廣場的時候 當局那裡會有個聖火的壇 聖火盆 火具手就會燃點聖火盆 然後還會舉行一個大約半小時的儀式 之後在香港的火具傳遞就正式完成了 說火具就說到這裡 你們就訪問了海洋公園主席盛智文 我知道還有玩另一個機動遊戲過 到底是甚麼 這件事就沒那麼害怕 不過就很頭暈 究竟是甚麼呢 現在就揭曉了 原來是摩天輪,你們訪問到摩天輪 真的厲害 當然,上到摩天輪就走就不掉了 所以我們就問了 盛智文很多個人的問題 怎樣走都沒有地方避 對,例如我們都知道 盛智文是蘭桂芳之父 那裡有那麼多飲酒消遣的場所 不過原來他就不太喜歡夜生活 原來賣酒的人反而不喝酒 對,先看著那麼多 休息回來,盛智文還會說說 他對董建華和葉劉淑儀的看法 待會見 我們心中的情感 濃縮在一條短短的信息當中 它會溫暖那些愛你和你愛的人 當信息像美妙的歌聲那樣 為我們傳遞親切 中國移動,提提你 以下是新聞簡報 各位,天文台在晚上8時40分發出3號強封信號 風勢會增強 但改發8號列封信號的可能性不高 本來主播天下 兩位,盛智文這麼成功 原來他小時候已經想著如何賺錢 天生是一個生意人 這些生意人和我們這些普通人 對市民的看法有甚麼不同呢 就好像打仗一樣 盛智文就說一場仗裡 他就不太介意哪一方是贏的 反而就會想想從中可以做甚麼生意 他說自己是一個機會主義者 很多人有了錢之後 會想有權力 除了賺錢之外 盛智文跟我們就說 他的政治都很有興趣 我經常都會採訪一些政治新聞 我又知道盛智文做海洋公園主席 就是前行政長官董建華 在04年委任他 有人還說委任盛智文 是董建華其中一行得政 盛智文就說 董建華以至現在的行政長官曾任權 都是他的朋友 對於很多人批評董建華當年的施政 盛智文就說 主要的原因是一個成功的商人 未必等於成功的政治人物 我認為他真的有一個靠近的地方 和主席地域 我認為他現在是為未來的主席主席 大家都說他是一個很糟的主席主席 他與主席主席有什麼關係? 我認為是很難的 整天都要跑政治新聞一下我 都可以看到 其實從政真的要懂得懂得傳媒的運作 所以好像在去年年底的立法會補選 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 特意找了盛志民做智囊 盛志民說陳方安生和葉劉淑儀都認識 究竟為何他要幫葉劉不幫Anson呢? 他就這樣說 Regina 電話給我問我 如果我能夠支持她 我明白很多時候 從以前的人都不明白她 我尊重安son 因為她做了什麼她相信 但我認為有一個更好的方法 我認為它是重要的 中國真的相信香港 香港和相信香港 香港只能夠利益 我認為她因為她的想法 她是一個更好的方法 她當然是一個更好的方法 我認為她是最好的方法 她是一種既然盛志民 在香港的工作 然後她是一種既然說法 她是一個更好的方法 然後她是一種既然說法 你覺得她是一種既然說法 她是一種既然說法 她是一種既然說法 都要兼顧家庭 因為家庭是事業的基礎 冷落了家人或家草屋蔽 重點是三婦或四婦 我的生活是很穩定的 所以我和盛智文談了那麼久 有沒有偷師怎樣成功呢 他說因為香港是他的法績地 所以19歲他離開了加拿大 到了香港闖天下 搞時裝生意起家 不經不覺來香港已經有三十七年 誰知這樣他還在二十八年前 就已經在湖南長沙開辦事處 早過很多香港人 所以他對中國包括香港 都有濃厚的感情 香港是我的家 我沒有其他地方 我沒有其他家 當時我來到香港 我一直以為自己是香港人 我生活在這裡 我生活在這裡 我的家庭 我的家庭 我沒有其他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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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在十年 所以 這是真的 我居住 我居住 在香港 我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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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太用审 他臭 Belaword 你以為他都會不喝酒 你找到的意見, 成為別人的別人 你再次做這件事 你再次困住自己的人 誰很不太好 在做的事你不太好 誰喜歡做的事你不喜歡做 建造成人士在身邊 建造一個好組合 給他們的意見,的理想 法國際上,什麼投資 你覺得最有利益的投資? 在香港的投資 是一個貨幣非常貨幣 但每個貨幣都可以貨幣 會依照自己的貨幣 即是不理會你做甚麼 總之要有能做的精神 說了那麼久 你們昨天玩摩天輪這個遊戲 還有甚麼特別意義 摩天輪上有相片又落 我們都頭暈暈的 這樣做訪問來說 當然不是貪玩那麼簡單 其實是這樣的 寓意是有起有跌的意思 所以誠志民說摩天輪 在那麼多個機動遊戲裏 最能夠代表香港 我認為現在我們在這裏 可以是一個真正的畫面 香港是全身的 因為我們上升和下降 我們上升和下降 香港的經濟 它會走過不同的輪延 它會升降 在好時 它會降降 如果有太多貨幣 在好時 所以這次的飛駛 是一個很像香港的 證志民的成功 可以說是靠自己一雙手去創造 因為他小時候 爸爸已經過了身 家境又清貧 唯有經常想想怎樣賺錢 照我看 他樂觀和各種各種 都要第一的性格 應該都幫了他不少 而且他還是猶太人 有人說猶太人的智商特別高 不過他就說 就算自己聰明 都應該不關猶太人的事 還跟我們分享了對人生的看法 在我的世界上 我相信 生活是一種不同的衣服 它是一種不同的設計 它是一種不同的設計 在中國 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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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黑色 我們都是同樣的 我們從同樣的地方 我們在同樣的地方 所以生活是一種旅行 世界是一種旅行 而是不同的 類型的人 為它更有趣 那是基本上 我並不認為我更聰明 或是更好 因為我是中文 我只是生成一個 中文的家 我可以生成一個 中文的家 可能是同樣的 聖志文的訪問 就看到這裏 而今晚的節目時間 又差不多了 是,提醒大家 下星期一開始 星期一至五晚 我們的節目 就會改在每晚的十一點播出 是,請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仍然會以輕鬆的方式 和大家了解